平原枪声 第三十章 打开铜墙铁壁 太阳已经老高了 各村的男女老少才垂头丧气地走到自己的地里 可是大家看着那些肥实的高粱岁儿 那一个一个裹得紧紧的玉鼠鼠 谁也不忍心下手 擦的一声 陈宝义先割倒一颗 他转身对大家说 乡亲们 狠狠心 割几颗应付一下吧 于是人们一边小声咒骂着 一边擦擦地动起手来 忽然一阵枪响 接着炮楼上的机关枪也响了 这年头人们听打枪听习惯了 一点也不觉得害怕 反倒有说不出的痛快 知道八路军来了 都高高兴兴地往回跑 陈宝义边跑边对王大成说 大队的同志们来了 这个办法真不错 原来这是他们与先和大队商量好的办法 王大成接着说 明天少去些人 到地里慢慢磨 等枪一响 就往回跑 光跑还不算 我还要到炮楼上去一趟 就说八路正规军来了 吓唬吓唬这些王八蛋 你可小心点 不要把底子漏了 叫人家真个找到大队 大成媳妇插举道 陈宝义做了个鬼脸说 大嫂 你只管放心吧 难道我连这点都不懂的 东报西来西报东 叫日本鬼子扑个空 少报多来多报少 骗得鬼子瞎白跑 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一口同声地说 明天就一计而行 就这样磨了几天 庄家也没有砍倒几颗 胡二皮大怒 把周围几个村的尾村长 叫到炮楼上骂道 你们天天他妈的报告 有八路正规军 老子就不信 今天我就要去碰碰 当天他便带着队伍出去扫荡 怒冲冲地一连烧了三个村子 老孟见几个村子起火 便带着一中队和胡二皮干起来 赵震江文生 也赶来向胡二皮加工 胡二皮很快又缩到炮楼里去了 马英这天已经将各区工作布置完了 也来到城东研究这个新的情况 他想 光靠扰乱敌人不行 对于像胡二皮这种铁心汉奸 必须进行重重的打击 便立即给胡二皮写了一封警告信 送到吉祥镇维持会 维持会长吉官 起赶紧将信转给胡二皮 胡二皮看了信 冷笑了一声道 你们这一手只能吓唬王秃子 你二爷不尿这一套 说吧 对护兵道 集合 哨子一想 八十多个汉奸三路横队排在院里 胡二皮的队伍有一半是东北人 都是些老兵游子 枪法准 还有一挺机关枪 他们自称是常胜军 但人们常叫的倒是大燕军 原来胡二皮的兵美人都有赶大烟枪 各个面黄鸡兽 三分不像人 七分倒像鬼 胡二皮更不用提 脸像一张黄表纸 浑身皮包骨头 这会大约是过足了大烟瘾 歪着脑袋 攻着虾米腰 站到队前训起话来 告诉弟兄们 土八路想拿老子的炮楼 真他妈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也不看看他二爷是谁 老实说 我和八路打交道可不是三五年了 八路的鬼把戏 我都知道 他们只能胡弄王秃子 我胡二皮不上他的当 你们看 谁要进我的炮楼 就要过三道深沟 一道铁丝网 还有和城墙一样的围墙 真是铜墙铁地 他越说越高兴 顺手点起一支烟 吞云土雾的吸起来 弟兄们只要把炮楼守住 我就要挂上少校的东扬刀了 你们当然也有功 班长升牌长 当兵的升班长 每人还外加十两大烟土 胡二皮的兵一听到赏大烟土 都提起精神 齐声呼道 愿和队长同生共死 这一来胡二皮更洋洋得意 立刻布置了一番 决定来个下马威 给马英个脸色看看 第二天天没亮 吉祥镇的维持会长吉关起就亲自带着维持会的人 敲着锣 让老百姓到一个干水坑里去听胡二皮训话 太阳已经晒住屁股了 胡二皮才从被窝里爬起来 站到炮楼上一望 只见干水坑里才来了百十个老头 这下子可火了 马上下了一道命令 要维持会长按户口册子点名 穿着黄衣服的大烟鬼们也大批出动 挨家挨户去搜查 一个年轻妇女抱着不满月的婴儿 后边还跟着一个光屁股的大孩子 牵着她的衣角也被赶出来了 汉奸们在后面边骂边赶着 快快开路 快快开路 这鬼叫的声音把小孩们吓哭了 牵着母亲衣角的那个孩子的屁股上 也被枪托子打红了 母亲实在忍耐不住 回过头去护孩子 汉奸们一枪托子打在她的头上 鲜血流了一路 正在哭叫着吵闹着 后边又传来了躲开躲开的咆哮声 两个汉奸抬着一个人过去了 这青年妇女看得真切 原来是已经病了两个多月的李二奶奶 到了上午十点钟 那个干水坑终于填满了人 大家都默默地坐着 或躺在那烫热的土地上 坑里的人一直晒到十二点 昏倒了好几个 这时胡二皮还在炮楼里嘟嘟地抽大烟 又过了好大一会 胡二皮才凶狠狠地带着护兵来了 他站在靠阵溪口的坑岩上 高举着右手 用了吃奶的牛进 喊了一声 阿子玛里 几十个汉奸立刻像一堵强势地排列在他的面前 然后又遵照他的命令散开 群众们眼巴巴地看着他们 准备听天胡二皮究竟放个什么屁 日语即和 忽然一声哨子响 机关枪 步枪通通通一起开了火 无数的子弹从人们头上飞过 耳朵都快给震聋了 大家都紧靠在一起 孩子们吓得乱哭乱叫 大约过了十分钟 枪声才盯下来 胡二皮开始讲话了 今天是给你们一个下马威 叫你们认识认识黄军的威风 吉祥镇三百来户人家谁要是藏了八路 就杀你们个鸡犬不留 到那时候你们才知道我胡二皮真正的厉害 接着维持会长吉关起又宣布了什么良民守则 定了很多规矩才算散伙 原来县大队的班长小顺是吉祥镇人 这天回去看家 也赶上这次下马威 被胡二皮圈了一上午 他下午回到大队部便将试枪的经过 向马英哭诉了一遍 他说 我奶奶六十多岁了 病了两个多月 还叫他们抬到坑里 活活给吓死了 大家听了一个个咬牙切齿 老孟说 打他个小舅子 捉住胡二皮先包他的狗皮 打吧 大队长 小董附和着说 咱们才缴获了一百二十条枪 离两百条还远呢 胡二皮还有挺机关枪呢 小顺也补充说 马英想 胡二皮这样铁心 又这样逞强 如不把他收拾掉 其他汉奸也不会老实 对整个保卫清杀仗的斗争 也有很大影响 他暗自下了决心 你就是铜墙铁壁 我也要把你打开 不过表面上他不露声色 还那样坦然 接着问小顺 你家在吉祥镇可有熟人了解炮楼上的情况 我哥哥在炮楼上当过长夫 可能知道点 好 今夜把你哥哥叫来 深夜 小顺带着他哥哥大顺来了 大顺有三十来岁 长得老实巴结的 一看就是个装奸人 他一进门一屁股坐在炕上 就先向马英速起苦来 大队长 咱们在镇上成天连一口大气也不敢喘 今天可见到亲人了 无论如何要把我肚子里的话速说速说 他喝了两口茶 接过了大队长给他的扇子 胡二皮这小子可真是头上长疮 脚心里流浓 坏透了 这几个月找我们镇上要五个长夫 轮流到据点里干杂活 我就是一个 五天轮流一回 给他们扫院子 担水 打扫茅厕坑 还要给他们洗衣服 胡二皮他老婆 那个臭娘们在这里的时候 连他妈的内衣裤也叫我们洗 真把人糟蹋透了 这还不算 我们去一次就准挨一次打 你们算算该打了我们多少次了 有一回我给那臭娘们打洗脸水 不小心把水泼了一点 胡二皮这小子火了 叫来了两个当兵的 把我按倒地上 光大棍子就打折了三根 大顺唠唠叨叨的一说起 这些苦处就没完 马鹰听着他的话 望着他的脸就仿佛和他一同 去经历了一番痛苦 只等他把这些都诉说完了 才问起炮楼上的情况 大顺盲说 你看我这个人 只顾瞎扯旁的 把正事都忘了 接着便介绍起炮楼的情况 提起胡二皮修的工事 可不知道耽误了老百姓多少工 里里外外修了三道沟 沟沟有水 外加一道铁丝网 围墙修的有城墙后 日夜有港 机关枪架在四层炮楼的顶上 枪不离人 人不离枪 这小子防得可真紧 马鹰听着大顺的介绍 他的思想便随着飞到吉祥镇 他仿佛看见了那一道道的围钩 那扭成麻花式的铁丝网 在那高高的围墙后探出了胡二皮又黄又瘦的脑袋 向他宁笑 这个家伙 带领着散兵第一次抢劫了马庄 如今又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残害老百姓 马鹰的思想一下子又转到战斗方案上 他首先考虑到打消加镇的办法 但马上就否定了 因为在炮楼三百公尺之内 光秃秃的 连一点隐蔽的地方也没有 要从三百公尺外的阵溪口冲到围墙里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他考虑的第二个战斗方案是夜间偷袭 他立刻也推翻了 光过这三条沟和一道铁丝网 就不知要费多大事 何况胡二皮低防的很紧 枪不离人 人不离枪 就是攻进围墙也打不进炮楼 马鹰想着想着就有些不耐烦了 难道当真被胡二皮吓住了 打 硬弓 脑子里立刻浮起这个念头 就在这时 仿佛忽然身后有个人揪住自己 耳边响起一个熟悉而又平静的声音 同志 冷静点 这是杜萍的声音 马鹰刚才心中那股怒火立即消失了 是啊 打仗可不适而戏 胡二皮的兵抽了大烟不要命 枪法准 又在炮楼里边 这不是明明碰钉子吗 那怎么办呢 他陷入愁苦的思索中 老孟在对屋睡醒一觉 一看马鹰这屋还点着灯 就过来用做长辈的口气说道 睡吧 睡吧 车到山前必有路 别光傻发愁了 你倒说得好 马鹰笑了笑说 路也不是等出来的 也得我们开呀 那也不是一夜的功夫 马鹰知道老孟的脾气 他不清楚的是 他不放在心上 他知道了比谁都放不下 就特意把吉祥镇炮楼的形式讲了一遍 老孟果然听得入了神 也忘记叫马鹰睡觉 一屁股坐在炕上不走了 没等马鹰说完就不服的说 我就不信 人不离枪 枪不离人 阿屎的时候也带着枪 这句话猛然提醒了马鹰 盲问大顺 他们是不是一天到晚 真的枪不离人 人不离枪 不 大顺说 那么什么时候不带枪呢 吃饭的时候 你把敌人吃饭的详细情况讲讲 马鹰眼里又闪出平时那股欢乐进耳 兴奋地问道 大顺回答说 天热了 敌人搭了凉棚 都在那里吃饭 枪就挂在炮楼里 炮楼离梁棚有多远 约我有四五丈吧 是都到梁棚里吃饭吗 就胡二皮不去 让秦务兵给他送 另外炮楼顶上和院门口 还有两个站岗的 等换了班再去吃饭 正说着 去查岗的赵镇江领着陈宝义来了 陈宝义没进门声音便先闯进来了 大队长明天暗村往吉祥镇炮楼送粮食 你派几个同志去劫了吧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马鹰站起来问道 明天暗村往炮楼送粮食 没等陈宝义说完 马鹰上去抓住他的手说 活计 你来的真巧 真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就差你了 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望着马鹰 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只听他爽朗地说道 同志们 有办法了 刚才大顺介绍 炮楼里只有吃饭的时候 枪材和人离开 这是个好机会 我们要打吉祥镇 必须抓住这个时机 这时候只有胡二皮和两个站岗的三个人 有战斗力 其他的全成了废物 这样我们便可以少制多 刚才宝义说 他们明天要给胡二皮送粮 这就太巧了 我们不是可以化妆做送粮的进去吗 这 这 老孟八扎着举说道 你的心眼真灵活 这下子算是瓮中捉鳖 胡二皮跑不了了 先别高兴的太早了 马鹰瞅了老孟一眼 接着说 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准确地掌握敌人吃饭的时间 要不然弄错了 我们进去的人就别想出来 这却是个难题 大家都静下来 半晌 忽然赵镇江站起来搓了搓手说 要把时间掌握得准确 就得掌握他们内部的人 说吧 便又坐下了 就这一句 完了 老孟忘了赵镇江一眼 你多说两句不行 说多了又不赔本 这一句就解决问题吗 马鹰笑了笑 转过脸来问大顺 你能不能再进一次炮楼 别说我 谁也不行 这几天胡二皮怀着鬼胎 把得可紧了 大家一听 都扫了心 又沉默起来 马鹰忘了忘老孟 这回该听你的了 老孟张着举傻棱棱地想起来 举忽然一动 小董说 来了 没有 老孟把举一盒 逗得大火都笑起来 这时忽然小李说道 他不让人进去 总不能憋在里边不出来吧 倒是有人出来 大顺说 出来都上哪去 马鹰问 上围食会去 多是什么时候去 每天早晨 去干什么 要肉要菜 还有时打醋打酱油 为什么总是早晨去 因为天热 肉不能放着 当天要了当天吃 早晨 那个特务长就把一天吃的肉拿回去 马鹰问得很详细 一面问一面想 逐渐战斗方案产生了 好吧 那我们就到维持会去等他 不行 维持会长及官旗 可是个死心汉奸呢 陈宝义和大顺一起说道 马鹰笑了笑 用手指弹了弹炕上的手枪说 不怕他死心 要教育他活一点 怎么着 老孟得意的忘了忘马鹰 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算了吧 要依你睡觉去 怎会想出办法来 小董插举道 睡觉总是少不得的 现在我还要劝你们睡觉 先别慌 还得请你辛苦一趟 马鹰对老孟说 现在请你带一中队到公路上去打狙击 我去 镇江打狙击可是有经验呢 镇江枪准 要留下来对付胡二皮 那没话说 老孟颤抖着胡子走出去 只听他在院里喊道 一中队集合了 马鹰接着和赵镇江小李如此 这般的商量了一下也立即出发了 第二天天不明 马鹰穿一身白绸衫子 戴着茶色眼镜 和小李还有两个战士 突然闯进维持会长吉关起的家 马鹰知道这小子很滑头 便让小李堵住大门 自己带着两个战士直奔后院去 吉关起还没起床 听到前院响声不对 披上衣裳就往外跑 刚走出屋门 就被马鹰用枪逼住 吓冷了 马鹰说 你不要害怕 我们只和你一同到维持会做一会 好好请便 吉关起忙说 你家里的人呢 马鹰问 都在屋里 马鹰像一个战士使了个眼色 那战士便端着枪走进去 马鹰接着说 我先把话讲明白 要出半点而差错 找你算不清的账 是 是 吉关起愁苦的潮污里望了一眼 马鹰说 好了 咱们到维持会去 如果有人问我是谁 你就说是 恒水黄军3025部队的便衣队王队长 是 是 吉关起又一连说了几个事 便领马鹰他们来到维持会 马鹰又让小李留在维持会的门口 看住门 防止 吉关起跑了 随后对吉关起说 等一会炮楼上有人来 你问清他什么时候开饭 就没你的事了 这时吉关起已经弄清楚马鹰的用意了 不过他想 胡二皮日夜把守的很紧 他们要想拿下来才是见鬼 就答应了 马鹰和一个战士也便躲在李尖里 太阳出来的时候 胡二皮的特务长提着个大瓶子走进来喊道 吉会长 给我打一瓶子醋 快吃饭了吧 做的啥饭 今早吃面条 我把醋打回去就开饭 吉关起派人给他打了一瓶醋 又把一个装满菜和肉的篮子递给他 那特务长提着大篮子走到门口说 吉会长 跟我去吃碗面吧 没功夫 改天再去吧 吉关起说 这时马鹰便从李尖闯出来对吉关起说 先请你委屈一下 就坐在这里 不要动 一个战士立即拿枪将吉关起逼住 他只好一动不动的呆坐在椅子上 马鹰和小李迅速到了大顺家里 把已经化妆好了的赵震江 小董五个人带出来 朝炮楼走去 与背队也早已运动到阵溪口 准备接应 马鹰一个人空着手走在前面 赵震江和四个战士背着口袋 挑着筐子跟在后边 小李庄坐掉了队 走在最后 是准备专门解决站岗的 马鹰走到第一道吊桥边 站岗的立声问道 干什么的 宋良的 马鹰坦然地答道 哪村的 小陈家殿的 你 那站岗的仔细瞅了马鹰一眼 你不是小陈家殿的村长 我是陈宝义的兄弟 我哥哥有事不能来 为什么来这么早 站岗的有些奇怪 平常送凉的都是拖拖拉拉 催都催不来 我们早来早回去 大秋天 都还忙着下地里 那站岗的还在 犹豫 怎么样 马鹰故意装作不耐烦了 你们不要 我们就扛回去 说着转脸向大家喊道 伙计们 炮楼上不要 咱们扛回去吧 谁叫你们扛回去的 站岗的大声说着 便呼噜噜噜噜 把吊桥放下来 马鹰领着大家穿过吊桥 进了围墙 一直朝炮楼走去 特务长一键骂道 混蛋 把麦子担到后院去 往炮楼里去干啥 马鹰他们装作没听见 只管往炮楼那边走 已经快到炮楼的门口 特务长上去一把 抓住赵震江背的布袋 又骂道 你们他妈的龙了 瞎王拿走 赵震江趁势把布袋一丢 拿枪冲住特务长 就在这时大家一起 把口袋担子扔了 马鹰带着两个战士 抢先跑进炮楼 哗啦一声把门关了 那些正在吃饭的伪军 早乱成一团 碗打得粉碎 面条泼了一地 有几个汉奸冲向炮楼 想取枪 赵震江举手一枪 把炮楼顶上 那个站岗的打下来 顿时摔成肉饼 大鹤道 谁在跑 我先打死谁 几十个汉奸被吓冷了 还有的就往大门外跑 小李这时早把 那站岗的枪下了 堵住大门 汉奸们又往回窜 你闯我 我碰你 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正在四层楼上的 胡二皮高举着手枪 鬼豪式的叫着 给我打 打 第三个打字还没出口 赵震江照他的手腕子 扒的就是一枪 正打个准 手枪从四层楼上掉下来 胡二皮捏住那只受伤的手就往下跑 刚跑到三楼 就被马鹰用枪逼住 不要动 我投降 胡二皮哭丧着脸 颤抖着把手举起来 这时阵口的预备队已经赶来了 八十多个俘虏 一个也没跑脱 长长的排了一六被压出去 把战力品一清理 机关枪一挺 步枪七十九条 手枪四支 子弹 手榴弹一共十五箱 大家最感兴趣的是那挺机关枪 都过来乱摸 还不住的乱问 小董跑过来对马鹰说 一共一百九十二条枪了 还差八支就够两百条了 赶快走 回去再算账 马鹰向大家说道 赵震江急忙打起机关枪 将队伍带出去 战士们说说笑笑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 可不是胡二皮吹牛的 他这乌龟壳呀 笑声迅速地消失在青沙帐里 胡二皮的四层炮楼 请客间变成一个大烟筒 楼下是熊熊大火 楼顶上窜出一股浓浓的黑烟 小董切尾 胡二皮滤 小董切尾